在学摄影的过程中难免要交些学费 只是我没想到我的第一笔学费 是因为我买了这样的稳定器 VRD 现在看到的是VRD HD2000的中杆的上半部分 的残余部分 而消失那部分则跟着我的HR2和我的1635 一起滚下大雾山的悬崖 当时我之所以买这个稳定器 是因为我在B站上面 看到了Devon Supertramp的刺客信条的跑酷视频 而在视频的记号上面写的是 由VRD2000亲情奉献 所以呢我就非常中二的 毫不犹豫的买了一个VRD HD2000 当然在我后来买了HR2之后 到我的HR2滚下悬崖这段时间 我确实用这个垃圾拍了很多很酷炫的视频 当然我没有想到这个看似稳定的沙大黑粗 其实是个劣质产品 总的来说这个稳定器的所有问题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做工差 因为我后来也买了一个真正的正版的Glidecan 就是Devon Graham那个签名版 就会发现真正的Glidecan的做工 确实是比威尔蒂这样的垃圾好得多得多 同时也更容易平衡 来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缺口 来我们仔细看下这个垃圾的断口 这个断口是非常光滑的 也就是说可能它并不是这上面这个碳线尾管断了 而是整个抬头整一个云台 直接跟这个中竿拖出 然后导致相机滚下山 所以为了验证这个问题 我就检查一下另一边就发现 同样的结构上面只有一颗非常非常小的螺丝 固定着整个结构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机器太大 可能会导致整个结构 这个小螺丝断裂 或者说碳纤尾管直接破碎的结果 然后呢整个云台给你的相机 就跟我的相机一样滚下山结束 当然其实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小螺栓看起来像是后面打过打上去的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一体的结构 也就是说它只在一边有固定 而在另一边没有固定 所以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 这一个结构是手工打的呢 而答案是的 其实当我拿到这个稳定器的时候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同一个稳定器上面的两块底板 和做工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颗威尔 这是HD2000标配的一颗螺丝 可以看到在其中一个管子上面 可以很轻松的插进去 而在另一块板子上面 需要非常用力的拧 而这里面其实是开过螺纹 因为当时我在国外嘛 所以我只能通过微信跟威尔滴的客服进行扯皮 通过观察这个客服的朋友圈 我发现其实这一切的原因 就是因为威尔滴的所有稳定器都是手工加工的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个大概长成这样的机床 这个机床看得非常眼熟 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手工机床 也就是说每一片零件都是不一样的 而Gladic所有稳定器都是通过CNC进行切割的 所以其实从根本上来说 我一开始买就是一个山寨的假货 在我相机蔑视之后 我也思考过也反思过 为什么我会这么轻易的相信一个营销的广告 这当然也是成为我后来为什么要读商科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发现人性是非常好把控的 后来在我相机蔑视之后 我也反思过为什么我会买上威尔滴这样的假毛伪劣产品 我再来总结了四个原因 第一就是Devon的视频太酷了 而他下面的视频描述 让人觉得说你所有的信息都在掌握之中 你只要舍得花钱跟舍得训练 这一切都是你的 第二是太中二了 因为当时正处于中二的年龄 你就觉得自己只要肯努力 设备不会限制自己太多 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设备才最关键的 尤其是相机的外设 有一个好的外设 虽然相机本身可能会差一些 但是可以让你的相机活得更久 甚至到活到最后之后还可以被二手卖掉 回收残值 而不像我相机一样 用了一年不到 就从山上面滚了下去 尸骨全无 用法律的意义下面叫做蔑视 第三是当时零用钱其实并不多 因为虽然拿奖学金 但是总体来说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说买一个便宜的稳定器 一千五不到的一个稳定器 总觉得既然都花了一千五了 应该还是一个很不错稳定器嘛 毕竟在网上面大部分稳定器 其实都只要不到五百块钱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 也是威尔蒂做最恶心的一点 就是威尔蒂的虚假宣传 在很久的一段时间 就是当Gladicam被正式从代理上带入中国以前 威尔蒂一直用了Devon Graham的团队的素材 盗用他们视频 然后以这个为宣传契机 就是说Devon其实用的是威尔蒂的产品 而不是Gladicam的问题 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 因为我高估了一个企业的道德问题 我认为一个企业既然敢这么宣传 他就应该是有这个底气的 我错了 总的来说呢 这件事情让我变得更加理性 所以呢 也算是福西获索以获西夫所致吧 如果要我评价威尔蒂这个品牌的话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品牌 当我在做这个小视频的时候 我做了一点小小的调查 发现威尔蒂甚至出了一个金色的稳定器 而且要价超过5000块钱 而Gladicam Devon Graham的签名版 只要4000出头 既然你有最好的品牌 最实用的设备 最坚固设备 为什么要买一个高价买一个这样的垃圾稳定器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 当时我在上海IP展的时候 为什么尼康小姐姐听到 我想再用一下威尔蒂这稳定器的时候 阻止我 通过这次劣质稳定器事情 我学到了三课 第一 各大媒体上面都会有充值的 尤其是以国内媒体为甚 在国内自媒体这么发达时代 每一个厂商都想找一些看似权威自媒体 从正面的阐述 从正面的评测他们自己的产品 当然啦像威尔蒂这样 无底线无下线做假的公司 其实我还是见到很多的 对因为现在我进入业界了 然后在咨询公司工作 看了很多这样的case 第二个则是摄影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相机本身 而是你是怎么样思维的 你是怎么样做功课 为不同的摄像环境 摄影环境 准备你的设备 准备你的分镜 准备你的剪辑方式 以及背景音乐和主题 相机本身不重要 如果当时让我知道我会 威尔蒂会摔我相机化 我不会买那些H22 我也不会买这个威尔蒂 我会买个Gladycam 然后我会买这台A7S 我甚至会买台A7 然后换上更好的监视器 买一个Mine 再买一个好点脚架 和这些LED灯 这些打光的设备 这套设备加起来 其实跟当时的H22价格是差不多的 而最后一刻就比较搞笑了 是而最后一刻 也就是第三刻就比较搞笑了 就是我拿着威尔蒂 这个HD2000 完整的去了美国求学 然后呢 我回来的时候 当我准备要毕业的时候 我这台相机已经 相机已经蔑视了 已经没有了上面的云台 所以我把多一的零件全部拆掉 只保留了这一根 中感和两颗螺片 以及一颗螺丝 提醒自己说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 就是在 任何的自媒体平台上面 你永远不知道 哪一个视频是充了值 哪个视频没有充值 这也是为什么 我为了买一台平板电脑 我做了将近一年的调查 调研 对所有品牌进行了筛选 对自己预算进行了评估之后 在我做决定以前 我依然去实体店里面 测试了一下这台平板电脑 在Surface Pro 6 才做出了购买决定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产品 你在网上看到的 和你在现实中拿到的 有多大的差别 好了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 交过最大的一笔学费 以及它的原因 和它的详细的分析 这笔学费交的值不值呢 总体来说是值的 因为我通过这件事情 我学会了很多 也知道了怎么样 跟一个公司进行对接 不是维尔蒂 是Gladicam 我也学会了 在从那以后 我怎么样对一个公司进行 对一个产品进行 全面的CI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的调研 所以说呢 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 其实也是个好事 就是让我 它让我更快的进入了业界 也让我后来怎么 我也是后来通过这样的方法 进入了一个咨询公司工作 所以总体来说 交学费不可怕 最可怕是交学费之后 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so Peace